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瞬間漢毒贏的環節 瞬間漢毒贏肯看那些贏過的馬 好像拍馬難追那些贏過你不信諾班即贏的馬 經常見不做功課 沒有選過這些馬出來很容易遺留 未講之前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有下方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記得開賣鐘仔 有新片立即會幫到大家分析馬筆 當然要下載堅仔搶賣APP 有新科技不用還拿著報紙不夠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第四場3T的四班千龍 真是難的 有哈哈大笑 沒有嘻哈大笑贏過 不過他真的剛下載堂 又是另一隻拍馬難追 是強組來的 華麗在聖光年80 看看是否 未贏過 碧海藍天 亦是未贏過的 我做到就不是我為你了 暫時未贏 今早更好嘗試大外諜強組 看看追不追得切 周遊列國傾向長途馬千六 適合他了 可惜抽十四當暫時處理馬 跑了幾次第二 街覆區今次不用潘頓 是否好似希斯 一換弱勢騎士立即贏 到時再看 暫時處理馬 永勝金區亦未贏過 貫寶區就不同了 贏過六次那麼多 不過不在這個路程 看你信不信 給他一個黃心 我覺得梁家俊其實這隻都可以考慮 至於後面烈火進馬 其實我也覺得鄭俊偉為何不出負起來 可能梁家俊沒有空要去判寶區 烈火進馬真的贏過 專號程我們又要 講到那些題外話 要給他一個黃心 果然沒贏過 暫時不要管他 跟加州動員一樣 十二神章 今次潘頓十三檔 大家信不信 蔡明紹和左企護官 一樣跑回千六 跟著還有英雄勇士 也是處女馬 馬上發達 暫時未能發達 還在輸很遠 這場沒有一隻馬贏過這個路程 所以一定會很容易爆冷 無論冷腳也好 熱腳也好 可能大笑也要想 真的是那種 pattern 贏過兩隻多少也要拖回 尤其是梁家俊 為何不負起來 因為鄭俊偉沒有布 但他又沒有馬出 可能是騎士 當然要想想這些多溫 轉了路程 你不相信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